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再说广场就变成一个义务教育了 那么我还是希望大伙伴不要离开建筑学院 因为建筑学院是一个可以作为建筑社会批判社会的工具 这是我今天的一个主要的议题 而且大学在那个时代 就普遍的高等教育不太普及的时候 被普遍的定义为一种所谓的知识分子 但今天如果比如大伙伴都是上大学的话 那么还是不是存在知识分子 那以及知识分子在今天的社会里头 它有什么特殊定义 那么再缩小一点 就是知识分子这个特殊定义 在我们建筑学这个领域里头 还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作用 或者反过来讲 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建筑师 能够给所谓的知识分子这个称号 贡献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无论是贡献知识还是贡献分子 这意义上来讲 我觉得我很有必要 就站在这个德语的角度 做这样一个演讲 我先说 就是学建筑学应该是非常幸运的 为什么呢 因为建筑学是打开这个世界的以上大门 而且你会觉得这世界非常的有意思 但是从我个人来说 因为我觉得世界有意思 有一个很愚昧的一个评判标准 就是说这世界充满着知识 然后建筑学呢 让我获得了这个世界的知识 那么在建筑学领域里呢 其实确实有很多知识分子 那么我非常佩服的 就是这个那个罗伊斯·蒙福尔 就蒙福德 那么作为一个建筑师来说呢 那个我呢就用一种非常俗的一种方式 就是说我把我最近 因为说建筑嘛 我得接触我的建筑 把我的建筑做一个中介 来传递我想说的这个事情 所以我想就是 还得就是进入一种 老生常常的状态里头 用自己做的项目 那个来理解就是这个 什么样这种思想到底是什么 然后以及这种思想里头 就是我们建筑学 就是社会给我的这种设计的机会 那个有多大程度上 是可以用来反馈到社会里头 然后给社会做一定贡献 第一个呢就是说 我想说啊 这个天的主题 其实呢 我这么说啊 就是说可能我先 降到一个就是形式操作的问题上 因为天呢 那个问题呢 就是 就是天大 天 就是人对天的这种景仰 就是 人对天的那种膜拜 那么在建筑里头呢 我最近作为项目啊 还真是就是建筑的轮廓线 在这个 建筑里的这种作用 因为呢 轮廓线本身呢 表现出了一种 对天的一种崇敬 以及 怎么样能够利用这个天 能够做一些事 那么作为建筑师呢 其实呢 就这么说 就说 建筑师实际上有 有很多很多机会 处理社会问题 那么最大一个机会 就是建筑师对地的一个理解 因为我们所有的建筑 都是在地上发生的 那么我们怎么分地 是吧 我们怎么使用这地 然后我们怎么让这土地增值 如果让这土地 产生它有效的利润 产生它有效的这种社会经济 这种效果 那本身呢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社会责任在里头 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就是说 土地这种概念 其实 对于建筑师来说 是一个知识分子 要去解决的问题 假如你还是一个 知识分子型的建筑师的话 其实就跟处理天 或者说在天底下 如何去share这个空间 一样 那么对土地 怎么去理解 以及怎么使用 其实是一个挺天大的 也是一个天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再说一个关于人的问题 就是其实呢 说来说去 建筑是去解决人的问题 而且建筑已经解决人问题 但是人呢又不断去颠覆 就是解决人的问题的一些 最基本的一些答案 我们城市里头容不下年轻人了 那个为什么呢 那么这些人 为什么被城市排挤了 因为城市胜利了 因为我们今天的城市 土地价格卖比较高 一方面无耻地 吸引年轻人来消费城市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又非常 那个把年轻人 抛到一个很无耻的生活状态里头 我觉得作为设理师啊 就在供给策改革上 还是有一些 得有一些知识分子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 倚族可以不可以 依然是一个很潇洒的人群 吸引犀利的人群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作为知识分子的建筑师 所要去解决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头 你会发现啊 就是说其实设计 就好玩的设计 和知识分子的态度 如果结合起来的话 实际上还是能够 给社会带来很多的正能量 那我代给学生的 一个设计作业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叫 公交战场上的 一个青年人的那个 微城市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实际上呢 公交战场啊 实际上是城市里头 就是唯一的 可能可以再 就拓展的这么一个空间了 因为有很多这个 第一个呢 公交战场 它还是在城市周边 不太远的这地方 在这里头呢 确实需要一种 知识分子的这种意识 这一切呢 努力啊 就还回到一个 知识分子的立场和态度上 最后我再说一下 就是这个五龙庙 五龙庙呢 同时又是 就应该说最早的 就留存到现在最早的 道教建筑 我作为一个设计师啊 理解什么是设计 设计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那你说设计应该做什么呢 其实呢 设计呢 设计不是发明 是发现 其实所有答案都存在 但是呢 你必须要通过一定的时间 然后你去领悟这些事情 背后的这种精神 然后最终呢 可能你会无限近的 接近一个 相对正确的一个答案 这可能是一个设计的 一个比较本质的一个东西 我特别想当知识分子的建筑师 然后呢 建筑给了我很多 这种实际的机会 然后呢 我确实是努力地 用一种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态度 来回馈这种机会 然后把这种 设计的机会呢 作为一个就是能够介入社会的一种手段 而不是把我的这设计本身 变成一个最终的目的 然后我觉得呢 就是这种态度 也能让我的设计 跟社会去融合 就是我还是非常坚信 就是第一 就是建筑学 还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知识 一个宝藏 通过这么多知识 实际上呢 也是人类思考如何 就是跟天地人 这个做斗争 共存亡 这么一个思考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呢 就更重要的还是 能够通过一些项目机会 然后呢 用一种 就是带知识分子 心向性的观点 然后呢 把这门知识呢 你学到这门知识 反馈到社会里头来 让这个知识呢 在社会这个问题的解决上 能够起到它的正能量的责任 配到 Your Own swine 忠实 团2021 治疗 互相 失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